你好,在这个视频我会教你怎样去做reset 你就打开电源,他的灯一闪了,等下就没有了 如果你没有听到叭叭叭的声音,不用紧张 30秒,你等一下30秒 等一下30秒,我们才做reset 这个是reset的button,这边他有一个 reset的button,这个是reset的button 他的灯没有了过后,你也是等他一下,大概30秒左右就好 等一下30秒左右 因为他需要时间来启动 你会看到他的头会转 起码他有给你一个反应,但是你没有听到声音 没有听到声音,没有听到bip,bip,t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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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的声音了 不用紧 等,等,等 30秒 到45秒左右了,这样子了 你看到他转了过后 现在 他就差不多要停了 如果没有转,你现在也是可以做reset了 OK,这个是reset的button reset的button 要怎么做reset 你长按 长按 长按 大概 5秒 以上 你会听到这个声音,按久久,手不要放开 你会听到 dun 一声 机器就回去 回复 出场设定 出场设定过后呢 他的灯就有亮了 一下子他就灭了 整个系统他就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了 你就会听到 嘟 嘟 嘟的声音 这样子 你就可以重新做set out了 现在我们等他一下 对 你会听到这个声音 然后他就接下来他就 自己转动检测 他就会嘟 嘟 这样子的声音 对 就是这个声音 如果你做了reset 也没有听到这个声音 给我们知道 我们会换一台给你 好 这样子吧 谢谢你